根據氣象局的最新預測 這個蹭數颱風會掠過台灣東方的海域 不排除有登陸的可能性 而現在就怕受到這個預期心理影響 菜價是蠢蠢欲動 我們的記者實際到這個桃園的南門市場 就發現有部分蔬菜已經微幅漲價了 加上中秋節現在戶外區域是禁止烤肉的 攤商就苦喊說真的是吃不消啊 招賣生此起彼落 攤商忙著招攬客人 這裡是桃園南門市場 原先中秋廉價 有望買氣回升 但各縣市禁止公共區域烤肉 這回又碰上菜樹颱風走局 菜市場攤商們大探 生意真的好難做 現在不能烤肉了 疫情不能烤肉可能會掉 掉掉掉 業績會掉 很無奈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用做差距前 然後又不能烤肉的話 原本就掉一半以上 他們說再不能烤肉 與其無奈 頻頻搖頭 不只豬肉攤商叫苦連天 菜飯更是憂心忡忡 神怕預期心理影響 連帶各類蔬果漲價 牽輸颱風來勢洶 氣象局時候凌晨發布海上警報 因此行政院長孫昌 也特地前往雲林視察 一火人實際進入生產線 拿著包裹好的青菜 仔細詢問後續作業 蘇仁昌進入果菜合作社 因為這回秋台席捲 農民首當其衝 特別要求農委會對於怎麼樣加強防災 減少損害 同時如果有任何損害 我們也會要求農委會給予大大的幫忙補助 希望能夠做到農民獲益少災害 同時民生消費也獲得保障 蔡樹颱風步步逼近臺灣 就怕雨勢擴大影響市場價格 市井小販農民做好防災準備 盼望把災害降到最低 讓菜炸逐步回文 記者綜合報導